小张大妈买四个音响 在小区跳广场舞 造成严重扰明 多次卸上无果 小伙直接抄起铁柜 将八名大妈送进了医院 眼前躺在床上 几乎动弹不得的就是龚大妈 也是跳广场舞的大妈里 最起劲的一个 龚大妈已经退休了 退休之后 她感觉生活非常的无聊 感觉整日无所事事的 就想要找个活动 让自己忙起来 思来想去 觉得跳广场舞 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既能锻炼身体 又能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龚大妈就叫上了 几个自己的老姐妹 一起去跳 加入别人的队伍吧 总感觉差点意思 所以龚大妈就自己 买了个音响 带着几个老姐妹一起跳 慢慢的 小区里不少大妈 也都被广场舞吸引 纷纷加入了龚大妈的队伍 这么一来而去 龚大妈的舞蹈队伍 发展壮大到了 固定的几十个人的人数 有时候 可能还会上百人 人多了 一个音响也就不够他们用了 所以龚大妈又吃巨子 购买了四个大分贝音响 而小区楼下 正好有一大块空地 这块空地 本来是给业主 自由活动的小广场 结果龚大妈将这里 变成了自己的地板 每天早晨六点开始 她就拉着四个大音响 来到小广场上 开始跳广场舞 早晨跳完了 晚上也不放过 从六点半开始 龚大妈吃完晚饭 又开始拉着人 一起跳广场舞 经常跳到很晚才结束 每次跳完舞 龚大妈都觉得浑身舒畅 神清气爽 龚大妈是舒服了 开心了 但是小区里 其他业主 可就遭了殃了 每天都要被 龚大妈的音乐声 吵得头疼 不少业主向物业投诉 希望他们能说说 龚大妈他们 让他们声音 稍微小一点 太吵了 物业也是多次 找到了龚大妈沟通 但是龚大妈觉得 自己每天跳舞的时间 就是正常的作息时间 那个点 大家都在活动 他并没有在深夜 还跳舞影响大家 算不得着迷 所以物业多次沟通 也没用 于是 就有一些业主 找龚大妈沟通 希望他撤掉两个音响 或者声音调小一点 家里还要有人休息 还有孩子要做作业 龚大妈觉得也有道理 便稍微调小了一点声音 结果声音调低后 龚大妈身后 一起跳舞的姐妹 却不乐意了 他们觉得声音小了 跳着不舒服 没有劲 于是 声音再次回到了最大分别 大家见劝说无用 只好自己紧闭门窗 尽可能的减少噪音 也不愿和不讲理的老人 起冲突 但是也有人忍不了 毕竟 也不是谁都是好脾气的 小张大妈不顾他人感受 拉着四个大音响 在小区内大跳广场舞 任无可人的小伙 直接一根铁棍 将八位大妈送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龚大妈 觉得自己非常委屈 找到了记者来报道这件事 面对镜头 龚大妈哭诉道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 又拉着音响来到了小广场上 开始跳舞 音乐声大的整个小区 没有听不到的 就在他们一些人 跳得正开心的时候 一个小伙 拎着一根铁棍就出来 来到龚大妈 跳广场舞的小广场后 直接对着他 就是一顿输出 因为他站在最前面 所以小伙的拳头 是第一个招呼到他脸上的 龚大妈显然没想到 在小区里 居然有人真敢对他动手 一时间有点愣神 没有反应过来 小伙随后又一脚 踹到了他的尾椎骨 当人踹翻在地 此时龚大妈身后的老姐妹 反应过来 纷纷上来劝架 结果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根本不管不顾 把前来劝架的几位大妈 也是一起打倒在地 还说小伙子手里 还拿着铁棍 直接就把他们打得动不了 龚大妈伤势最严重 眼看着事情闹大了 有人赶紧拨打了120G9 小区的保安 也赶紧上来劝架 才堪堪地将事情平息 而龚大妈和其他七个 被打得比较严重的大妈 纷纷地被送到了医院 经过检查 龚大妈的伤势最为严重 脊椎严重受损 导致现在只能躺在床上 不能动她 不光不能跳舞了 就连下地走路都做不到 龚大妈是越想越气 越想越委屈 她不理解 自己啥都没干 也没有和人结怨 怎么就要被人下死手打 气不过的龚大妈 就直接报了警 希望警方能替她主治公道 接到报警后 民警也是来到了小区 将事发当天的监控调了出来 从监控里可以看到 的确是有个小伙子 手里拿着铁棍下去了 下去没多久 还有一名身穿白裙的女子 也跟着跑了出去 之后就看到一群人 在楼下发生了争执 有七八名大妈在其中 小伙和那名白衣女子 是被大妈们围在中间的 由于围观人群挺多的 所以监控并没有拍得非常清楚 也看不到女子和小伙子的情况 直到后来 人群突然散开了一点 随后就见最前面的龚大妈被打倒 从监控中看到 龚大妈确实是被男子打倒的 于是警方便将年轻男子和女子 带到了警局做笔录 记者见龚大妈躺在床上怪委屈的 为了弄清楚男子 为何要对龚大妈下这么重的手 记者决定去小区实地了解一下 来到小区后 记者发现 大家对于龚大妈几人被打的事情 意见都出奇的一致 大家伙都表示 小伙子可算是替他们出了口恶气 因为龚大妈跳广场舞的事情 他们一家人找物业说过好几次 物业管不了 他们就找龚大妈说 也不是不让他们跳 他们也很理解 老年人嘛 没啥事 想跳跳舞活动一下 这也是人之常见 只是希望龚大妈他们 也能理解一下自己这种年轻人 声音适当地控制一下 可龚大妈却说 他们就是要开大声跳 不然跳着没感觉 要是他们觉得吵 那就搬走 别在这个小区中 还说 他们哪那么多事 其他业主也纷纷表示 龚大妈这顿打 挨得真的是不远 不是说他们带着个人情绪偏袒小伙子 因为他们有人看到 其实是龚大妈他们先动的手 听到这个与龚大妈完全相反的说法 记者决定 去警局找当事人 再了解一下情况 黄长武大妈应太嚣张 被人揍进医院 哭诉自己十分委屈 结果记者了解到的事实 却有着另一个版本 龚大妈被揍进医院之后 记者又找到了龚大妈口中没有素质 敢拿他老人的年轻人 由于男子还在接受调查 所以记者便采访了他的妻子 而妻子则告诉记者 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因为事发当天已经是晚上七点 快八点了 龚大妈他们的声音还是非常大 家里还有孩子在做作业 孩子被吵得心烦了 就和他抱怨楼下太吵了 作业都写不进去 而他老公也听到了 就想下去找大妈们理论 但是他怕老公冲动 便表示自己下去和他们沟通 然后他下楼找到了龚大妈他们 可龚大妈一行人不仅不听 还说闲吵就搬走外 沟通无果后 他便想要自己动手调小音量 结果被龚大妈他们给强势推倒 还在他身上抓出了几道血痕 他好不容易才从这些人手下出来 受不了的他就打算先回家 结果回到家后 他老公就看到了他身上的伤痕 当即就气得不行 拎着一根铁棍就下去了 他怕出事就追了下去 龚大妈一行人 见刚刚赶走的人 用来打扰他们跳舞 很是生气 而他老公下来的时候 虽然手里有棍子 但是却并没有先动手 还是在和他们讲道理 棍子就是用来吓唬这些人的 结果他们却先动了手 他丈夫无奈之下 才选择了反击 但即使是反击 也没有动用过手里的棍子 毕竟都是老人 如果真用棍子打了 那可能会出人命的 白衣女子的说法 也得到了几名业主的证实 但是即使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了 龚大妈一行人 依旧认为自己没有错 他们依旧认为 自己在小区内放大音量 跳广场舞是正当的 对于龚大妈的遭遇 很多网友表示 打得好打得棒 即使也不是大家不让跳广场舞 只是像龚大妈这样扰民不说 还嚣张跋扈的打妈 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